同学们大家好 下面介绍第二章汽车的燃油经济性的第三个知识点 影响汽车燃油经济性的因素 从汽车等速百公里燃油消化量的计算公式 我们可以看到 影响汽车燃油经济性的主要因素 主要有三个 一个的话就是汽车行驶的阻力 第二个就是汽车的比油耗或者叫做燃油消耗率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传动效率 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影响汽车燃油经济性的就这么三个因素 对吧 一个就是行驶的阻力 第二个就是汽车发动机的这样一个燃油消耗率 或者叫做比油耗 然后同时还反比于它的传动效率 是吧 也就是说就这个三个因素是影响汽车的燃油消耗的 对吧 当然从这三个因素的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我们也看出它的逻辑 首先 因为你这里面是单位距离的油耗 对吧 实际上也就是力乘以距离 就是所谓的要克服行驶阻力做的功 做的功 然后比油耗的单位是什么 也就是做单位功 它所消耗的燃油 对吧 这也就是燃油 实际上下边的传动效率的话 也就是从发动机 你发出这个功率以后 传递到车轮上 对吧 它的过程里边它所消耗的一部分 因此整个逻辑关系 它也是非常紧密 它也是成立的 当然讲到这里 我们也回想起来 我们国家制定了一些政策 我们国家2009年 实际上推出了一个 所谓的鼓励节能环保的这样一个政策 当年 就是推出了 号称对小排量的汽车 然后要给予补贴 但是我们看出来 在影响汽车的燃油消耗的 因素里边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发动机排量这样一个因素 对吧 也就是说发动机的排量 充气量 也就是间接的影响燃油消耗 对吧 实际上 这也说明我们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一个缺乏知识的这么一个政策 或者说它不是以知识为背景的这么一个政策 这样子的话 我们国家今后说在要再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恐怕要更加考虑它的科学性 当然我们刚才讨论的是汽车的在等速行驶工况的油耗 是吧 当然汽车等速行驶工况的油耗 它是非常说明这个问题的 当然总的汽车的油耗还和加速 减速 制动 代速停车等等有一定的这些关系 但是任何一个汽车有加速过程 实际上它就有减速过程 你加速的时候多消耗的油耗 实际上在减速过程里边 它基本上可以着补回来 另外的话 你很可能行驶的时候还有爬坡 爬坡的时候也会多消耗燃油 对吧 但是一个汽车有爬坡 那肯定就会有下坡 下坡的时候 它基本上又会把油耗把它着补回来 对吧 实际上也就把它省回来 我们下面这个图 实际上是美国环境保护局 它统计的美国的中型轿车 按照它的循环工况 在城市工况和公路工况下 它的燃油消耗的情况 对吧 当百分之百的汽车燃料的化学能进入发动机以后 首先被发动机本身差不多消耗掉了三分之二 对吧 然后实际上 它消耗在客服汽车的行驶阻力方面的油耗 实际上的话在城市工况下只有6.8% 对吧 哪怕在公路工况的情况下也只有18% 大部分的这些油都消耗在其他的这些没有用的地方了 打个比方在制动 制动的时候它差不多在城市就有5.8%的消耗 另一个我们很可能有时候想象不到的很大的油耗是在怠速停车上 我们在城市工况的情况下怠速停车甚至有17.2% 对吧 它比起我们消耗在客服阻力的油耗几乎是2.5倍 另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传动性实际上也消耗很大的这样一块 在城市工况下是5.6% 它几乎和我们客服阻力的油耗是相当的 最主要的原因 美国的话 它传动系统基本都是采用了AT这样一种变速箱 AT的变速箱传动效率是相当低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城市工况情况下 它的传动效率也只有2.3%左右 当然在公路情况下也只有80%左右 大幅度的低于我们采用机械变速箱 比如手动变速箱 我们的基本上传动效率可以做到95%左右 通过美国它的这样一个终极轿车 它的整个油耗的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节能的潜力在哪里 我们在这个知识点里边 主要探讨使用方面的这样一些影响因素 在使用方面 它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什么 一个是行驶车速 行驶车速的高低对于燃油消耗有很大的影响 其主要的原因 那么也就是行驶车速高 它行驶阻力也就大 这样子的话 当然油耗可能就会高 第二个的话就是档位的选择 也就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 你应该在什么档位下来工作 这档位的选择说实在的主要是影响的就是你的比油耗 就是所谓的发动机的燃油消耗率 第三个的话 当然对于载重车行业来讲 也就是说你挂车的应用 对于油耗的影响 第四就是正确的保养和使用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几个影响因素 首先介绍一下行驶车速 这个图当然是一个典型的百公里油耗消耗曲线 这个在前面已经出现过 对吧 横坐标是行驶车速 纵坐标是它的百公里燃油消耗 对吧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汽车在中低速行驶的时候 一般来讲也就是80公里以下行驶的时候 它的油耗变化是不大的 但是超过了一定车速以后 那么它的油耗会随着车速迅速的增加 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也就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超高速的车速来行驶 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节油的 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 油耗增加的最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在高速情况下 它的滚动阻力和空气阻力都会大幅度增加 尤其是空气阻力 它和速度平方是乘正比的 第二个因素 讨论一下档位的选择 在一定的道路 以一定的车速行驶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时候阻力功率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你选择的档位不一样 它的燃油消耗量会有很大的区别 在同样的道路行驶的条件下 假如我们选用比较高的这样档位行驶的时候 使用这时候的发动机的符合率会比较高 发动机的转速会相对来讲比较低 这时候会降低发动机的燃油消耗率 对于节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所以我们在正常开车的时候 应该尽可能的采用较高的档位来行驶 第三个影响因素 实际上也就是挂车的应用 对于我们运输的企业 节油它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挣钱 因此它对于节油是非常重视的 而对于运输企业来讲 采用挂车来行驶 它是节油的这样一个重要手段 因为采用挂车行驶的时候 实际上的话也就增加了你行驶的阻力 实际上同时也增加了发动机的复合率 但是由于你挂车的话增加了货物量 这时候折合到每吨公里的油耗会大幅度的下降 最后一个影响因素探讨的是正确的保养和调整 汽车的调整与保养会影响到发动机的性能和汽车的行驶阻力 所以对百公里燃油消耗量有相当大的影响 例如当一辆汽车以30公里的出速来滑行的时候 如果滑行的距离从200米提高到250米 一般来讲它的油耗可以降低高达7% 美国的一个卓尔顿研究中心 为了研究保养对油耗的影响 在使用汽车测工机上专门做了一个实验 然后在实验中故意造成制动过紧 分电器真空提前 离心提前失灵 以及混合器浓度不恰当等等这样一些故障 这个图就是它所实验的这样一些状况 对吧 然后它的纵坐标它是它的一个油耗 实际上按照美国的油耗 也就是美加伦行驶多少英里 对吧 然后在最开始的时候 它是全部正常的 假如你造成全部故障 也就是刚才的离心提前真空提前都不正常 制动力稍稍的 也就是行驶的时候带有一定的制动力 然后混合器也调整的不正常的时候 那么它的油耗就会大幅度的增加 然后随着每一个因素调整正常 最后油耗又会大幅度的下降 通过刚才这个图可以看到 在全部故障的情况下 它的油耗的话 它会增加接近50% 这也说明了调整和保养对于汽车油耗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